還沒 這也還沒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這也還沒 我覺得可以了 我覺得可以了 這也還沒 你油鍋的溫度夠了嗎 夠了 好 油鍋是要做什麼 我們待會兒來炸這個 剛剛的麵糰 麵糰 炸麵糰 對 待會兒我來試飯 它其實就是炸饅頭 因為在比利齒吃蛋菜鍋 會加法國麵包 我覺得台灣人對法國麵包的 這個接受程度還是 但是相對於對饅頭來說的話 饅頭會比較 對 更容易 不能炸銀絲捲嗎 也可以炸銀絲 你剛剛炸什麼 你要弄什麼粉 咖哩粉 然後你要加水是不是 沒有 加一點白酒 然後把我們這個蛋菜鍋 蛋菜鍋下去就可以加進來 這樣看起來 蛋菜真的是都會用很多細碎的料 對 我平時用細碎的鮮香料 鮮奶油了 接著我們剛剛就來炸 像我剛剛說的這個麵糰 麵糰 先把它發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像這個 把它分切 發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 對 一個半小時 你還要趕開喔 這麼手工喔 因為比較薄 也比較 比較快也好 對 喝下去就會膨 而且沾火的那個 這樣就下了 對 你要溫油 不用180度就好 因為它這個是含糖量很高的麵糰 所以它沒有辦法放那麼 起鍋180度 它然後膨起來 其實像炸一些什麼甜甜圈那樣子 對 雙胞胎吧 然後其實這樣的麵糰的風味去沾著 今天的蛋菜鍋去吃 其實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 慢慢長到 甜甜的這樣 它裡面會有孔洞 我們能不能點一個雙胞胎 不行 不好意思 今天不開放點餐 所以你也沒有甜甜圈子 沒有 我不知道計時啦 講得好像平常有開放點餐 對啊 對 今天不開放 平常也沒開放 來我家有 來我家有 來我家吃飯 大鼠最後一分鐘 對 長大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油溫超低 對 我也覺得不夠 等一下它其實很快就 這樣看起來很像那個 甜不辣 對 像甜不辣 還有那個 魚酥跟的魚酥 對 會揣摩耶 講得很好喔 魚酥 魚酥很像 魚酥很像 過來 可以幫我煮人跟他們嗎 沒有問題 好了嗎 這麼快 它微開就可以了 鮮奶油不加就對了 沒有 等一下 淋上去 有開了嗎 有 那邊開了 開了 蛋菜要搶時間 對 反正那很容易就丟了 就老了 就飽了 你的魚酥要翻面嗎 要 誠哥幫我翻一下那個 魚酥 蠻頭 很像啊 很像 上色了 甜不辣 你沒有去炸雙辣 那很可惜 我想 我會把這個醬汁加進來 這個不鏽鋼的這個 現在打碎一點 還要再打喔 因為其實這個 加上鮮奶油 對 然後我們把這個 然後我們把這個 這樣醬汁味道會更棒 那你沒有放一點去 不用 鮮奶油先在裡面 因為那希臘會放一點 醬汁 因為它是有點台味 原來自己都切的對不對 對 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醬汁 對 這樣打熱的 滿不錯的 對 切打了 來 切 它風味會更 更釋放得更出來這樣 等一下 應該可以了 還沒 麵圈可以 差一點點 拌麵醬那個也是還可以 對啊 這個看起來超好吃的 你把它炸成長條的 你就是營養麵包 你整個嗎 這個還沒 我想講 整顆這個一口乾 沒關係 都來不及了 營養三明治 對啊 炸的好吃比較重要 炸的好吃比較重要 等一下 那是 你是放的是糖 不要放鹽 還沒 還沒 這也還沒 沒關係啦 沒有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不要量力 你們好像在炸臨 我剛剛試過 我覺得可以 好 我覺得像 好 可以 到底是誰在出菜 我要說 你還沒有炸臨 還美 都超實的 就讓他做 兩位神父還美休息 還美 還美 我們的台詞 好 這時候把它放進來 可以嗎 漂亮 這樣就好吃 對 因為我很想吃這個 好嘞 好 完成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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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